越來越多香港朋友,從事一個專業教練的工作 在教練的工作,或多或少都會收到一些學員的報酬 收到這些報酬的時候,究竟要怎樣處理呢? 就算你是社團登記,說收入與開支是跟香港的稅務有關係 所有這些收入與開支的紀錄都要保存七年 這些是市場推廣,怎樣去做一些成立公司 或者自己可以再找其他懂得教武術的運動員 幫你手發展,即是你變成一個話事人 慢慢發展成為公司化,當然你的生意 本身的發展會更加好,空間會大 消費者保障的意識越來越高,因此出現索償 甚至乎是法律訴訟的情況也越來越常見 所以也有越來越多的專業人士會考慮購買專業責任保險 教練專業責任保險,保障教練因為提供培訓 以及相關的服務而引致民事索償 保障包括抗辯費用,以及相關的支出 法庭判決的賠償存額,以及庭外和解協議的賠償 非常高興知道有一些保險公司 是願意為我們體育運動的教練提供一個專業責任保險 這件事在香港來說是新鮮事物 但事實上對很多從事教練工作的從業員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保障 因為有些時候他們都會面對一些民事索償 無論是場地、運動員的受傷或其他事情 他們都可能需要一些法律的支援 還有你自己一個很好的典範 你的言行舉止也會影響到學員 你叫學員不喝酒,你自己慢慢去酒吧喝 你叫人不吃煙,你整天擔心口煙 你怎能做到好的示範 所以這方面你自己的言行舉止 各方面都會影響你的學員 你要有一個心態就是和學員共存共榮 他成功,你成功 他失敗即是你失敗 你有這樣的心態 如果那個運動員知道你有這樣的心態 他很為你賣 2019年,香港舉行了東亞運之後 政府也開始推廣香港的全民運動日 政府看到體育運動在社區裡的效益 是這麼大、這麼有用的 它在基層那裡開始推廣 能夠將從事體育運動的教練 提升他們在市民生活中 得到一個專業教練的形象 也都有體育運動在香港未來發展 我是支持教練 求保專業責任保陰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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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們